热身的分类 全身性热身 针对性热身 全身性热身就是无目的性热身 就像运动之前 慢跑5到10分钟 这个就是全身性热身 针对性热身就是针对今天训练内容去做的热身 例如 练腿之前去放松后练肌群 增加髋关节 踝关节活动度等等 热身的目的是为了让目标肌肉群肌肉温度升高 增加肌肉血流量和延展性 提高神经目击能力 以及减少节力组织暂时性的念脸 如果是练胸 那么热身的目的是让你的胸肌做好准备 让后面的正式训练中 胸肌更有力量 动作幅度做得更大 胸肌参与度更高 训练感受也更好 热身的另一个目的是 让那些血统肌肉群关节做好准备 例如握推尺 需要稳定肩甲骨和肩关节 那么热身之前就要做一些 激活肩甲骨和肩关节稳定肌群的训练 这样练胸的时候 就不会因为这些血统关节和肌肉不稳定 而影响训练效果 这个是新开的一个热身和拉伸系列视频 包括全身各部位针对性的热身和对应的拉伸 后面也会穿插一些康复训练内容 感兴趣的朋友请持续关注 今天先讲解腿部热身和拉伸内容 腿部热身 动作一 俯身身膝 动作的目的是为了放松紧张的后练肌群 主要是臀肌和锅神肌 如果后练肌肉紧张 那么你在深蹲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屁股眨眼的问题 屁股眨眼在小重量深蹲中影响不大 但是上重量深蹲之后 你就会明显感到下背部酸痛或者不适 所以后练肌群紧张的朋友 练腿之前最后练一下这个动作 身体全蹲 两个手抓住脚尖 然后尽量去伸直大腿 在最大位置停顿两到三秒钟 动作要求是 每一次动作幅度都要大于上一次 实际过程中也确实是这样的 这个动作做一到两组 每组做十到十二次 动作二 交替台币 这个动作是为了增加胸椎灵活性 胸椎灵活性不够的话 很难去收紧这甲骨 保持下蹲过程中背部挺直 胸椎灵活性不够的朋友 可以去做这个动作 身体全蹲 两个腿尽量外展 手臂顶住大腿 保持上身挺直 然后交替抬起手臂 完成胸椎左右旋转 推荐一到两组 每组十次左右 其实这个动作还能增加 髋关节外展的幅度 因为想要蹲得更低 两腿必须要向两侧打开 这样宽部才能有足够的下蹲空间 动作三 肩步下蹲 这个动作是为了增加 踝关节活动度 因为下蹲的时候 只有足够的踝关节活动度 身体是能蹲下去 否则下蹲的时候 很可能翘起脚跟 或者出现膝盖 不超过脚尖的深蹲问题 这样的深蹲 最大的问题是 下背部承担更大的重量 这也是这样的深蹲完 下背部很容易出现 不是的主要原因 脚踝灵活性不够的朋友 在练腿前建议练这个动作 弓箭步站立 需要提高灵活性的脚放在前面 后面的腿和前面的腿 间距一大步 然后下蹲身体之后 尽力向前推膝盖 但是要注意 脚跟不能离开地面 每一组动作幅度 要尽可能增加 一组十二次 做一到两组 动作四 交替俯身 这个动作目的是为了改善 宽关节灵活性 主要增加宽外展 宽前驱 宽外旋的活动幅度 只有足够的宽关节灵活性 才能蹲得更低 因为下蹲的时候 需要下层宽步 外展宽步和前驱宽步 有宽步弹响和下蹲深度不够的朋友 可以练这个动作 身体像这样坐在地上 小腿一个在前 一个在后 然后身体向后旋转 尽力俯身 让自己的肩部和头部 去触碰地面 另外一侧的大腿 要保持贴紧地面 不能翘起 在最大位置保持三到五秒钟 然后再交换另一侧 完成动作 一组八到十次 做一到两组 前面推进了四个热身动作 你不需要都做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选择相应的动作 假如你只是容易出现屁股眨眼 以及脚踝灵活性不够 那么就可以直做动作三和动作一 其他动作不用做 下面是拉伸环节 一 鼓四投机拉伸 采用弓箭步 拉伸腿放在后面 保持背部挺直 手抓肚脚往上拉 当大腿前侧有明显拉伸感时 保持这个拉伸位置三十秒 然后交换另一侧 动作二 锅神机拉伸 身体仰卧 拉伸腿抬起 两手拉住大腿后侧 大腿差不多垂直地面 然后尽力去伸直大腿 甚至还可以往回勾一下脚尖 当大腿后侧有明显拉伸感的时候 保持这个拉伸位置三十秒 然后交换另一侧 动作三 臀部拉伸 身体助力 拉伸腿放在上面 然后用手臂顶住膝盖外侧往回拉 此时臀部会有明显拉伸感 保持这个拉伸位置三十秒 然后交换另一侧 动作四 卡腰机拉伸 采用弓箭步 后面的脚背可以尽量去伸直 贴紧地面 然后缓慢前推宽步 注意要挺直背部 这个时候后面大腿跟身体 基本成一条直线 直到宽部内侧有明显拉伸感 保持这个拉伸位置三十秒 然后交换另一侧 动作五 小腿拉伸 身体坐在地上 拉伸腿伸直 然后用手抓住脚尖往回拉 要缓慢用力 直到小腿后侧有明显拉伸感 保持这个拉伸位置三十秒 然后交换另一侧 打电梅 倒入 对 对